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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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水没有 这个也是在8元官房里面拿 对 洋菜 糖 大米 馒头 饱火 你不当着点菜 都是八块钱 你们一直都在这边吗 在这三年了 一边都是在这边干活的 上边的来吃 对 工人 工人 又在上边的 不出租的 我买的 买黄金的 还有手楼桌的 买黄金的 手楼桌的 我们这一碗菜也得吃到几块钱吗 好多元了吗 你怎么吃这个菜 好多元了 好多元了 喝这个朋友的 北京干活的都来 你看 北京的都来啥 嗯 三比三斤吗 好 好 你们这个菜是从几点开始啊 中午 哦 四点钟开始有点吃 十点钟就有点吃 你早上起来几点准备啊 七点嘛 七点钟啊 这是里的碗 嗯 这得喝 嗯 这得喝 来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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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块钱的话 我吃了这个还能去加菜嘛 对啊 可以啊 哦哦哦哦 你少弄点就行 我怕吃不了 弄点汤就行 你俩吃一碗 我这吃 我这吃 有点给他放了 我去啊 来 好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八园的这个工地 无限吃的这个自助餐 有菜 有这个绿豆丸子汤 这个绿豆丸子汤 这个绿豆丸子汤 这个这么小的这种绿豆丸子 是我第一次见啊 这个应该是这个 这边的盒的这个特色 它这里边有这个白菜 豆腐和丸子 这个菜呢 菜一般就是一些小凉菜为主 还有意思是 来了之后我感觉就是 这边的人就是感觉特别热情 我们来拍视频的时候 很多大哥就很配合了 然后呢 好像也很懂行 然后就配合着我们来拍视频 虽然说我们来的有点晚了 但是我感觉还是很丰盛的 咱俩我们就来尝一尝 麻辣 麻辣瓣 嗯 嗯 凉菜的那个味 嗯 嗯 看下猪皮东西 酥甜酥甜的 它真的还有猪皮 尝尝这绿豆的小丸子 它这个丸子就是完全都给炸透了 就全部基本上都是酥酥的那种感觉 不像我们平时吃那种比较大的那种老板的 可能外面的是酥酥的 里面的是那种面面的 这个其实已经都会炸透了 有点像那种小肉汁炸蛋的那种味道 大哥 这个丸子为啥叫绿豆丸子 是绿豆做的吗 我全都比较多 哈哈哈哈 老板这个丸子它是绿豆面做的还是 绿豆面是一种的 对不对 还是它因为它长得像绿豆那么大小 不是长得像绿豆 非那就是绿豆的 但是里面烧下去 嗯 我一开始看评论的时候 评论里有人说来这边吃饭的都是男的 这个你看看 其实有很多女士在这边吃饭的 是吧 林一道 林一道 嗯 人家在这边干什么活了 就在这宫殿上干活了 嗯 干什么工了 你是干什么工了 泥工 哦 这边干泥工一天多少钱啊 二三百块钱 差不多吧 差不多吧 好了我们这个八十块钱的猪肉餐也吃完了哈 从来说我感觉还是超级值了 八块钱那么多 三十多种菜 加上这个白菜完蛋汤 我觉得真的是超值啊 吃起来味道也还可以吧 还挺好的 然后呢就是加长菜的味道 然后呢我们本期再合则捐成的工地系列视频就到这里了哈 如果你觉得视频还不错的话就帮我的视频点赞吧 把钱喝了 哈哈哈 哈哈 老板 可以给付回去了哈 可以啊 好了啊 走了啊 走在那边啊 不喝了不喝了 我再还有 走了哈老板 嗯